尼加拉瓜总统奥地加及副总统穆利优的就职典礼于当地时间10号下午在革命广场举行 除了率团前来祝贺的蔡英文总统外 另有四国元首出席 包括宏多拉斯总统叶南德兹 萨尔瓦多总统桑契斯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以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在就职典礼时 各国元首都坐在舞台的中央 奥地加右手边依须是穆利优 蔡总统桑契斯及叶南德兹 左手边则是马杜洛及莫拉莱斯 蔡总统在来访礼宾中排序第一 奥地加宣誓就职后 发表了长达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说 他除了细数自己的革命史 也批评美国 他强调这次大选没有作弊 那些都是有心人炮制出来的阴谋 奥地加也说明经济及能源发展 对尼加拉瓜的重要性 并提到从1980年开始 古巴的领导人卡斯楚 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都到过革命广场 接着便说 今天像兄妹一样 来自台湾的蔡总统 也在现场陪伴我们 台下随即响起掌声 蔡总统则起身向全场致意 蔡总统也利用这个机会 与其他各国的元首相互交谈 典礼开始前 蔡总统及越南得资 桑契斯就聚在一起聊天 直到典礼开始 互动十分热络 在观赏表演节目时 穆利优也速度主动与蔡总统交谈 穆利优在宣誓就职后 回到舞台上向各国元首致意时 还特地和蔡总统拥抱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孟平 随团采访报道